我今天就要来向你讨回我心爱的女人 留神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杀破狼真正的威力 他手持贪狼剑 天刃刀 凉霸绝尸武器 后战成也 前半生坏事作劲 后半生安详晚年 今天我们介绍风云中唯一洗白的角色 破军 破军作为风云中非常重要的角色 前期给风云等人制造了很多麻烦 后期和风云等人一同空腹武林正道 破军是剑宗掌门剑惠的儿子 剑宗祖师大剑师曾经预言 会出现天剑传奇 带领江湖风云任务对抗东营入侵 为了提高天剑战斗力 大剑师铸造了两把英雄剑 注入莫名剑爵 插在剑坟 等待天剑来取 其他人无论剑术造诣多高 都不能拔出英雄剑 剑惠在无名出生的时候 感受到了无名身负天剑剑义 所以破军和剑惠都非常担心 无名拔出英雄剑 剑主超过剑宗 所以剑惠在无名十六岁时 引无名到剑坟 感应英雄剑 破军趁机拔剑 可是英雄剑 还是被无名和木雄雄所得 而后剑惠 受无名为弟子 破军和无名同门练功 无名虽然入门脚马 可是武功始终高过破军一筹 破军嫉妒心上勇 加之破军 喜欢结余表白悲剧 而结余嫁给了无名 破军和无名的仇恨更深了 不久后无名请求剑惠 传授万剑归宗 剑惠私心作怪 本想着上车武功 传授儿子破军 但是不容明着给 就让破军和无名比武 赢者可得万剑归宗 剑惠私下 传授破军一招绝招 万剑朝皇 可是在比武的时候 破军还是不敌无名 就在江苏之际 剑惠出手阻止 并施移回天兵决 企图将在场所有人都兵封 最终无名和破军逃出兵将 这一战破军受了内伤 头发全部掉光 再长出来的全部是白发 为了让无名痛苦 破军毒害了无名妻子杰鱼 而后又遇到了 猎人王妻子颜莹 颜莹是武林第一美女 两人瞬间追入爱河 可是破军对无名的执念 远超过对颜莹的爱 为了战胜无名 破军远赴东莹 和九神学习杀破狼 九神提出 用颜莹和万剑归宗交换 破军自制 这是一个非常亏本的生意 但还是做了 自此之后 破军便为九神卖命 在九神入侵中原的时候 破军跟着回到中原 直接去找无名 结果发现 无名的功力更胜从弦 自己手持两把绝世武器 加上杀破狼的强大招式 仍然不抵手无寸铁的无名 破军之后抓来剑尘 让绝心下了舍心印 漫画中是破军下的舍心印 剑尘在无名的茶水中下毒 无名才被侵获 破军拿到万剑归宗之后 送给了九神 九神比划两下 纠正了 破军想着要回阎营 可是被九神无情拒绝 生意做完了 还想着毁约 那是不可能的 破军一气之下 投靠了白发熊霸 自从熊霸从云南下的武功之后 便暗中燃之武林 得到风云击败九神 破军赶来 用沙布朗费了九神武功 以报夺妻之恨 可是炎营是破军自愿 且亲手送给九神的 破军跟着熊霸混 又想着带走炎营 人人合计 给熊霸下毒 熊霸早已经察觉他们的行动 最终炎营被熊霸一掌击毙 破军痛苦不已 他也感受到了失去爱人的痛苦 这之后破军便消失了十二年 十二年后 破军再次出现 已经是帝日天天门的神将 此时帝日天秘密筹划 精锐屠龙 需要收集七把绝食武器 破军一人就身兼两把 是极为重要的人物 屠龙之前 不仅仅和破军展开大战 不仅仅身负重伤 破军也被消去鼻梁 帝日天为了保存两人 做屠龙之用 注入阻止二人 这之后破军都是鼻孔朝天的形象 七五屠龙之后 帝日天被神龙尸海所困 威免其他人得到龙元 初初将龙元击碎 哪知龙元一分为妻 破军本来得到一颗龙元 结果被帝日天抢走了 他不甘心 空手而归 强抢黄影手中的猿 因与帝日天大战 功力只剩七成 不敌黄影 黄影本着尚武精神 放过破军 破军却勾结断浪 再次偷袭黄影 黄影无奈 重击破军 破军自知 再无声望 急忙逃走 却又遇于风云 他身负重装 自知命不久矣 临终前 他有一心事未了 年轻时候的破军 和一个叫小秦的姑娘 有过一段感情 可是他放不下江湖 在小秦怀孕三个月的时候 抛弃了小秦 如今在临终之际 终于明白 他要的不是称霸江湖 而是一份真正的案 风云二人帮助破军 找到了小秦 破军见到自己的儿子 是那么平凡 那么幸福 他流下了眼泪 风云不曾想过 破军居然也会流泪 就在破军安然等待 生命最后时刻 到来的时候 不禁忆将龙元 送给破军 助其疗伤 龙元是破军 用尽各种手段 都没能得到的 不禁忆赠送龙元 破军是既感动 又觉得讽刺 破军一生 都以战胜无名为目标 没想到弥留之际 竟然是无名的弟子 救了他 破军吃了龙元 功力大增 可是心智不强 记忆全尸 只记得不禁忆 是他的救命恩人 第二步的结尾 风云大战 双龙元断浪的最后时刻 破军赶到 将龙元功力 传给不禁云 不禁云又将功力 灌入断浪体内 断浪因承受不住 败给风云 这一战风云被冰封埋剑牙 二十年来 破军四处游走 寻找龙元 救不禁云 最终在中华阁 遇到了无名 无名不计前嫌 让破军在中华阁擦拭藏剑 然后破军机已恢复 风云也解开冰封 破军跟随风云等人 匡复武林正道 开剑戒 困剑月之后 破军推引江湖 和儿子开了包子铺 然后江湖出现石魔 群魔汇聚包子铺 破军欣然请众人吃包子 然后一人大战群魔 先后挫败众人实力强悍 最后败一决心和蓝武的合击之下 随后又助力不禁云 举办精云大会 击败连城之之后 破军带着无名回到剑宗遗址 连人席地而坐 拔酒言欢 就在破军为无名倒酒之时 发现无名已经安然离去 最终是破军陪着无名 走完了最后一程 破军的结局算是好的了 毕竟前期他可是十恶不赦的恶魔 在不经云相助之后失去记忆 只记得不经云是恩公 这时候风风叮叮的破军 像个老顽童一样 之后破军也确实给了风云不少的帮助 对于无名 他放下了战胜无名的执念 失去了同门师兄弟的情感 这让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最后陪着无名走完最后一程 内心倍感安慰 要我说破军的真爱就是无名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